接着下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课 Lesson 2 American Language Course 梅语课程 梅语讲座的课程我们进行到Lecture 5第五讲 The use of the verb be in past tense 必动词过去式的用法 Part 1 Sentence Patterns 第一节讲的是句型 我们这里给各位介绍四种的句型 四种的句法 也是我们过去常常用的 那就是肯定句 疑问句 否定句和wh的问句 凡是用了过去的时间 动词都要改成I was You were 都是讲到过去的事情 这个多半是讲过去的状态 B动词都是表明状态的 好 现在请各位最主要要下的功夫 就是把这十二句话背得烂熟烂熟的 一开口就是I was angry yesterday 我昨天生气了 可是在这里又要提醒各位 这个angry这个字不是动词 是个形容词 所以摆在形容词的下面 You were absent yesterday 你昨天缺席没有到 absent就是没有到 也是形容词 但是用我的时候就要用I was 用你的时候就是you were 第三 He was present last Monday present就是在这里跟各位一并介绍 absent就是缺席了 present就是出席 就是到场了 中国话也可以这么讲 He was present last Monday 上个礼拜一 他在这里 下面第四句 She was a nurse ten years ago 他十年以前是一位护士 我们中国话先讲 他是跟英文一样 然后接着要讲的就是十年以前 ten years ago 他是一位护士 那我们中国话就把这个ten years ago 拿到前面去讲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ese跟was就不需要分别了 这中国话 何必要变成过去式呢 因为十年以前摆在前面讲 这个美国人呢 他比较笨了 他没有把这个时间护士拿到前面讲 他怕你搞不清楚这是过去的事情 他在第二个字 他就告诉你这是过去 she was 你听到过去了 最后才听到 是十年以前的过去 ten years ago 第五 It was cool last night 昨夜 昨天晚上 It was cool 非常的寒冷 这个酷就是 不是非常冷啊 是很凉爽的 不是cold 英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就是cold C-O-L-D 那个是真的冷 这个是酷就是凉爽而已 两个欧啊 发这个呜的上语 可无哭 哭 哭 第六 We were in Paris last month 上个月 我们在法国的巴黎 Paris 这都是过去式 第七 You were here You were here ten minutes ago 就是十分钟以前 也算过去式 所以动词要改成war You were here 你们都在这里 ten minutes ago 十分钟以前 中国话最好先讲这个时间 十分钟以前你们都在 第八句讲的 They were plumbers five years ago They他们都是 plumber plumber就是水电工人 不过这个plumber在美国就是 专门修水的 也不管电 叫做plumbers plum就是牵管 牵管的工人 就是水电工 这里有一点呢 发音呢 要告诉各位的 那就是m后面的 那个b是不发音的 所以我们把它念作plumber 不是念的plumber 所以要请各位特别注意 本来那个字里也是念plum 最后的b也不发音 five years ago 五年前做水电工呢 现在就赚了大钱了 都退休了 第九 Jack was mad at me this morning 在这里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告诉各位 就是今天早晨呢 也要用过去式 那当然说话是在下午说的 如果你还是早晨的话 你看这个动作是不是 过去了两三个钟头了 或者过去一个钟头了 那么也可以用过去式 就是在早晨同样的时候 讲这句话也可以 如果是这个动作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你 this morning一样用过去式 Jack was mad at me 一个人mad at 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生别人的气 mad 那字典里面写的是发疯 其实真正的 这个美国人用起来 就是讲生气了 mad后面也要加个at me 生气还有第一个字 angry angry也可以 不过angry后面呢 应该叫angry with me 美国人呢 说这个mad at me说多了 而把这个angry后面应该接个with me 有很多人会讲angry at me 这是一种不合乎文法的说法 不过这个不合乎文法的说法 说了很多年以后 文法就改过来了 那个文法呀 也不是规定好不能变的 文法是根据大家说话的习惯 归纳出来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各位要了解 美国人他们都不按照文法讲 angry at me 生我的气 讲多了 后面angry以后就不要讲 angry with 不是 angry at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语言呢 它天天在变 受了大众的影响 现在我们还是讲angry with me mad at me 这样子比较规矩 生我的气 这个mad这个字生气也是写成词 说前面应该加个逼动词 I am mad at you 我生你的气了 那小孩子见了自己的妈妈 就是妈你生我的气了吗 Are you mad at me 常常用的一句话 第十 Mr. Lee was my teacher in high school 李先生是我的老师 in high school是在高中的时代 在中学时代 这个人说话的一定是大学都毕业了 可能是这样子的味道 他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 第十一句 Yesterday was Tuesday 昨天是礼拜二 Yesterday was Tuesday 昨天是礼拜一 Yesterday was Monday 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一句话 英文里面讲到星期几星期几 大概就用两个时间 一个就是现在是 Today is Monday 今天是礼拜一 明天呢你要用is Tomorrow is Tuesday 明天是也是 Tomorrow is 不要用tomorrow will be 这个通常不是这么讲 Tomorrow is Tuesday 可是要等到昨天是什么 一定要用was Yesterday was Sunday 所以我说 讲到星期几这三天的话 今天明天昨天 就是用两个动词 两个is一个was 第十二组 She and I were neighbors in Taipei She and I 这位女士和我都是邻居 Neighbors 那什么时候呢 因为是war neighbors 过去是邻居 in Taipei 我们住在台北的时候 就住在一条街上 那么这是英文里面说讲的这个代名词 C and I 绝对不可以讲 I and she 我想我们中国人是可以讲 I and she I and you 我和你 可是英文呢 一概是要这个 You and I C and I 都把别人摆在前面 把自己摆在后面 这是英文的规矩 就好像是说 这些说话 都是把别人放到最前面 这是最客气的 所以外国人呢 不管他们伪君子也好 他们的说话习惯 都是先说别人 后说自己 我想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我们应该学习的 你说我太太和我 昨天去看了一场电影 可是我们中国人 以自我自居的自我为老大 我跟我太太去看电影 我跟我太太 这个翻成英文就是不大对 应该讲 My wife and I went to a movie yesterday 所以在这里讲 she and I you and I 都可以 后面的动词都是 War Neighbors in Taipei 都是在台北的时候的邻居 下面请各位看第十页 Page 10 第十页的上面 继续讲 Interactive Sentenc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经典 全程中文字幕志愿者 经典 从农 Squidwar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